接下來要教的是簡易邊髮跟捲髮 那一樣先分左右兩側 那會是中長髮縮不需要捲度太高 稍微夾一半就好了 讓它稍微呈現一個自然的弧度就可以了 那捲的方向你可以一前以後會比較自然 捲完之後稍微剝開 直接進入到邊髮 挑一個髮術分三片 你在邊的當中不需要抓太緊 鬆鬆的就可以了 因為到最後其實就沒有什麼頭髮可以夾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做收尾 醃完之後稍微把它拉鬆 拉鬆不是拉亂喔 只是讓它看起來不要那麼濕而已 然後剛上過捲棒的地方稍微繞一下 再把它剝開